美国曾因野驴泛滥而头疼 20世纪中期 美国西部荒原随处可见野驴 16世纪 西班牙殖民者将驴引入北美 后因机械化被遗弃 称野驴祖先 到20世纪60年代 野驴数量达数十万只 它们以草本食物为食 破坏植被至土地退化 还与本土野生动物争水源食物 如让大脚羊数量巨减 也给牧场主带来经济损失 长闯入牧场 美国政府尝试多种方法控制 如捕捉屠杀 但因成本高 野驴适应性强 收效甚微 到70年代 野驴泛滥成灾 还影响城市安全 于是美国决定出口野驴 中国市场需求量大 驴肉鲜嫩 驴皮可制阿胶 不到5年 野驴数量锐减 美国又通过法律停止出口 启动保护项目